来自于立法院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有分别是有场内跟场外 那么在场内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学生们持续在这里 占领着国会 而且警方也加派人力来戒备当中 而在场外的部分 稍早其实已经下起雨来了 而且是间歇性的大雨 所以场外的民众都纷纷的穿上了雨衣 继续的在这里静坐 我们就先来看看场内的部分 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王渊源 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看看的是 现场这个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那么从3月18号一直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大概35个小时 立法院这个反服貌的群众和学生 都持续的和这个警方在 一场还有一内一场意外 都在这个持续的僵持着 那么经过今天经过一整夜的 这漫漫长夜到底要怎么度过呢 这些学生是透过这个不断唱歌 以及这个轮番拿着麦克风精神喊话的方式 一直在这个一场内互相打气 那么虽然一场有空调 但是这个空气相当的不好 因为人很多再加上大家都流汗 所以这个一场面的空气呢 很不好大家的这个精神 还有身体的状况 其实也都相当的不好 那么由于有些学生的身体状况 有点多 所以在这个一场之内呢 还有这个医护站来随时 监控这个学生的身体状况 但是由于在一场之内呢 没有办法充电 所以很多人的手机没有电的 手机讯号甚至不稳 所以在里面的这个学生 其实情绪上是有一点躁动的 那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大概在12点左右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警察换班的关系 所以一场内的学生呢 以为警察要攻坚了 那么他们的当时是聚集起来呢 呈现了这个备战的状态 那么大概在3点钟的时候呢 他们是第二次的气动 这个备战状态 把这个椅子啊 物资啊 全部堆叠起来 组成了一个防御公式 把8个这个一场的门口 都给封死了 是完全封锁 不让人进出 直到大概4点钟 才稍微松懈了 那么现在天色变亮 学生也都开始起床了 那么他们将会如何 和外场的学生持续呼应 详细情况我们请场外的展容 告诉我们 展容请说 好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 就是在立法院的场外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稍早的时候呢 因为下起了一场雨 所以现场许多的这个学生呢 都穿起了这个雨衣 但是呢 他们还是在持续静坐当中 那其实呢 现场是拒绝了上官民的学生呢 不免不休在立法院的周边 来静坐抗议 那现场呢 是来进行一连串的马拉松 是发表反不貌的一个心得 那其实呢 就是在刚刚呢 有承大了六台的学生 是包六台的车呢 是来北部来参加静坐 那南部呢 也有240门学生呢 是包浏览车上来参加静坐 那其实呢 从前往学生占据立院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了 那警察呢 也是在场外站岗一整夜 就怕场外的学生呢 再度冲进立院 那因为呢 就是怕现场学生身体不适呢 或者是受伤 那现场呢 也有30多名的医生呢 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救护站 就怕现场呢 有人身体不适 那其实从昨晚到目前为止呢 场外的气氛算是平和的 那只是有些学生呢 会攀爬立月周边的栏杆 那其实是相当危险 那这段新闻呢 也持续在现场 为你掌握最新情形的主播 好 谢谢展龙的连线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场内场外哦 其实学生们呢 持续地守候在这里呢 来表达他们的一个诉求 而我们要来看到